41岁的瘫痪女人 嫁给了43岁的老光棍 洞房之夜 女人才告诉丈夫她不能生孕 丈夫听后一愣却没有嫌弃 她一个老光棍能成家就已经很高兴了 哪里还敢奢求孩子 半夜他们被婴儿的啼哭声吵醒 发现自家院子里居然放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婴儿 老鹏和春桃把这孩子当成上天的恩赐 决定把这孩子当成亲生闺女来养 还特意买了最好的奶粉来喂她 喂奶是看到孩子手腕上带着红玉串 便给她起名为彩金 村里乡亲都来祝贺他们 村长还帮他们办了收养手续 以后一家三口过起了幸福的日子 好景不常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雨夜 彩金突然发起了高烧 老鹏带着她连夜去镇上求医 因为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花光了他们夫妻俩大半辈子的积蓄 才终于把彩金救回来 不过彩金也落下了体弱多病的毛病 此后老鹏和春桃对彩金更加上心 一边攒钱一边给彩金养身体 直到彩金七岁那年才送她去上学 春桃还特意给她做了一件新衣服 看着她穿着新衣服开心地在院里奔跑 心里说不出的甜 开学那天老鹏亲自骑车送彩金去上学 在老师的通融下 让她作为差班生一起上了一年级 而彩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在学校学习特别认真 唯一不好的就是班里有个叫小虎的男同学 总是跟他不对付 尤其在家长会以后见到老鹏以后 一直嘲笑他爸爸了 还说他是不是从外面捡来的 彩金总是会反驳他跟他争得面红耳赤 事后他总是躲起来偷偷哭 说他可以但不可以说他爸爸 收拾好心情彩金又蹦蹦跳跳地回家 在父母面前他向来是报喜不报忧 之后彩金学习也是更加努力 在学校里表现越来越好 老鹏为了攒更多钱给他读书 每天起早贪黑做豆腐 这天刚听雨他就迫不及待 拉着车去镇上卖豆腐 可下雨的地隔外地滑 老鹏推着车根本站不住 最后失足连人带车一起掉下了山崖 听到消息的彩金 立马从学校赶去了医院 看着老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彩金急得眼泪直流 老鹏却感到十分抱歉 因为他答应彩金要帮他买MP3的 懂事的彩金什么也不想要 一直忙前忙后只想让老鹏恢复健康 然而命运专折磨苦难人 医生的诊断报告出来了 老鹏的伤势很重伤到了脊椎 很可能下半身瘫痪 因为没有钱治疗 他们只能先回家休养 好心的二叔送他们回来 说以后有啥事就叫他帮忙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本就是个半身瘫痪 如今老鹏也这样 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幼小的彩金却扛起了这个家 不仅去河里洗完全家的衣服 还会提前上山割好猪草放在门口 不过如此一来他上学就迟到了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批评了他不务正业心思不放在学习上 彩金没有辩解默默承受了这份委屈 同桌却看出了一样 下课后他问彩金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彩金把父亲瘫痪的事告诉了他 请求他帮忙保守秘密 因为他不想让同学们看不起 同桌答应了并且把自己的NP3送给他 此后彩金学校家里两边跑 中午休息的时候也要回家一趟 只为帮父母倒尿盆 帮他们跑腿拿东西 随后也急忙赶回学校上课 下午放学更是抢着跑出教室 回到家开始学着炒菜做饭 当父母第一次吃到他做出来的饭菜时 都满含热泪的连声称赞说好吃 忙完一切家务事以后 彩金才有空血作业 结果没一会儿就累得睡着了 脸上却依然带着微笑 彩金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可以越过越好 但这天回家却发现父亲在给自己扎针 追问之下才知道卫生院人手不够 父亲出不了门只能自己扎针 彩金十分心疼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 半夜女孩偷偷给自己扎针 她这么做不是自残 而是想学会后给瘫痪的父亲打针 半夜父亲起夜发现针不见了 拖着瘸腿找到了打针的彩金 此时她的胳膊上布满密里麻麻的针眼 彩金却说她一点也不同 我已经找到窍门了 下次我帮你打针 保证不会让你疼 父亲眼含热泪 紧紧抱住董事的彩金 次日彩金拿出吊平和针 有模有样地给父亲打针 果然如她所说一点都不同 街坊邻居们纷纷夸赞她董事能干 彩金却不拘公自傲 因为苦难已经磨练了她的心性 然而生活的刁难还在继续 这天待班主任单独找到彩金 让交两百块的课外活动费 如今班里就只剩她一人没交 彩金心事重重地回到家 正好听到父母在说家中存款只剩两千 而父亲的身体还需要每天打针吃药 这比钱连半年都撑不过 母亲打算荡掉祖传的玉琢 彩金听后心里非常难受 不敢再问父母要钱 荡完彩金干完活早早上床睡觉 却听到父母爆发了争吵 母亲觉得家里负担大想让彩金辍学 但父亲坚决不同意 扬言就算砸锅卖钱也要供彩金上学 装睡的彩金哭得稀里哗啦 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回报父母 没想到第二天彩金去上学的时候 父亲突然叫住他给了他两百块钱 原来他昨天就从别的父母那听说了这事 他让彩金拿着这钱专心读书 其他是不要管 彩金没有拒绝 但这天他没有去上学 反而拿起锄头上山挖草药 他要自己赚钱交课外活动费 不能用父亲的救命钱 挖到草药后他搭乘村民的顺风车 来到镇上摆摊 因为彩金挖的草药完整 再加上乡亲的有心救主 彩金第一天摆摊就赚了不少钱 长到甜头的他让同桌帮忙请假 他则接连几天都去摆摊挣钱 转眼一星期过去 休假回来的班主任发现不对劲 于是找同桌问是什么情况 但同桌答应了彩金要保守秘密 班主任没办法只能上门家房 看到彩金父母的一瞬间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这时彩金背着一捆柴回来 才知道彩金每天放学后 会去上山砍完柴才回家 班主任眼眶是润没有责问彩金逃学的事 彩金自己却坦白了一切 告诉父母和班主任这个星期他没有去上学 而是去挖草药卖钱交科外活动费 母亲表示不解不是给了他两百块 母亲告诉他不用担心钱的事 这不是他要需要操心的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 然而彩金的董事还不止于此 他除了自己卖草药赚的钱 把他全部交给了班主任 班主任感动不宜激动地把他抱在怀里 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帮助彩金一家 女孩拖欠太多作业被老师点名 遭到了全班同学的嘲笑 同桌看不下去为彩金垫解 除了上课 他有干不完的家务活 会猪 割草 剪柴火 他要煮饭 熬药 洗碗 洗衣服 在所有同学都在享受爸爸妈妈的照顾时 彩金却要用他幼小的身体 去照顾他生病的父母 课间都要跑回家给爸妈端屎端尿 而上次要交的课外活动费 也是彩金自己挣来的 老师原谅了他不交作业并为他感到自豪 同学们也纷纷向他道歉 并且表示愿意出一份力帮助他 于是在当天放学后 老师带着同学们去到彩金家 他们凑钱买了一副拐杖 让彩金父母感动不已 接着孩子们又自发地帮彩金做家务 有的帮忙打扫卫生 把家具规制得整整齐齐 有的帮忙洗衣服晾晒床单 所有人都干得热火朝天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 彩金的担子的确轻了不少 但马上迎来了一个噩耗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 医生上门检查后发现 父亲的脊柱神经已经坏死 很有可能要高位结痰 这对彩金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医生提议可以每日做康复训练 或许可以发生奇迹 瘫痪的母亲使不上力 彩金主动把这事揽到自己身上 他用腰带缠住父亲的腰 然后用力拉拽起他的身子 帮助他起身活动 彩金累得满头是汗但他却甘之如饴 同学们也听说了这事 纷纷回家拿零花钱帮助彩金 同学小虎回家翻找时 却意外找到了一条红绿手串 和彩金那条一模一样 等妈妈回家后他把这事告诉了他 没想到妈妈突然变了脸色 还让他带路去彩金家 当他开车找到彩金 并看到他手上那条手串时 情绪又激动又害怕 因为他就是彩金的生物 当年因为走投无路 抛弃了刚出生的彩金 如今见到他却不敢相认 只能落寞回了家 这些年他一直想找回彩金 却一直没找到 又想起小虎说彩金家条件不好 于是再次开车来到彩金家 愧疚地告诉彩金养父母 他就是彩金的亲生母亲 这些年他时常后悔 如今他有经济实力想接彩金回来 养父母十分生气 他们怒斥他当年抛弃之事 如今有钱就想接孩子回去没门 他们赶走了彩金的生命 赶走以后却又后悔了 如今的他们都是残废 不仅不能照顾彩金 反而成为了他的负累 于是他们准备了一桌好菜 又交代彩金日后要好好学习 然后以送东西为由 让彩金拿着他的行李去到了生母家 生母看到彩金十分高兴 热情地欢迎她的到来 等到他们打开包裹以后才发现 里面有一封信是养父母写的 他们告诉了彩金他的身世 感念彩金的陪伴照顾 如今他该回到亲生母亲身边了 得知真相的彩金却不接受 哭着要回去 最后他们又回到了村里 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养父母 最后在二叔的告知下 才知道他们早就想到彩金会回来 所以一早就让人送他们上了山 过几天再下来 彩金不愿执意要上山 同学们也都来了 要帮着一起上山找 二叔没办法号召村民们连夜上山 找到了彩金的养父母 彩金跪在他们面前哭着说 他哪都不会去 他只认他们为亲生父母 妈 妈 我们回家好吗 妈 我们回家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发誓永远都不分开 之后老师联系了媒体 把彩金一家的事报到了出去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大家纷纷为彩金一家募捐上岗 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难关 校女彩金 取材于梅州女孩彭彩金的真实故事 她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了很多人 也值得所有人学习